220伏的电机怎么接电容 居然还有很多人不会在后台经常私信问我 说该如何接电容呢 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无论是这种三线的电机 或者是这种五线或者六线的电风扇上面使用的电机 其实他们接启动电容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以这个三线的电机为例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接线方法 首先看像这种三线的电机 它的内部绕组是这样的 它是有两个绕组 两个绕组是串联在一起的 中间有一个抽头 然后前头一个线 后边一头的线 总共是三条线 线圈组织最小的是接28F的交流电 组织最大的 就是这两个线圈串联在一起的组织最大 它是接启动电容的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我们在接的时候 首先需要用到一个汪安表 来测量一下 它这个三根线 就是两个绕组它的组织 我们把光表先调到欧姆的单位 然后呢 对这三条线任意的来测量 先来测量 这个黄红 是39.5欧 然后呢再测量 黄紫 39.5欧 39.1欧 然后再测量 红紫 78.6欧 这两个组织最大 组织最大呢 就是接启动电容的 我们把这两条线 给它接在启动电容上面 就这样接好了以后 然后呢 我们再来 接225的交流电 看一下该如何接 首先接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一样 先找一下这个 运行线圈 组织最小的 这两条线 我们来测量 这条黄色的线 然后和其他的两条线 来测量 这个是39.1 然后再测量这个 39.5 这俩几乎都是一样 一样的时候呢 不知道哪个是 运行线圈 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啊 可以任意给它 先接上 先把这个黄色的 接上 然后呢 这两条线 我们可以任意来接 随意给它先接上 接好了以后 然后呢 我们给它通上电 来看一下这个电机 能不能启动 我们在这儿 给它插上电源 来看一下这个电机 我们看 已经转动了是吧 转动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转的方向 先把掉电源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这样转的 倒转的 那么如何让这个电机 正转呢 其实啊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线给它倒一下 就颠倒一下 这个红色的线 把它给拿下来 然后呢 接另外一条紫色的线 这两条线都是接电容的 我们可以接这条线 再来测试一下 对于这种 这两个线圈 组织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来颠倒 颠倒完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电机 它这个转速的方向 然后我们拔掉 再看一下 因为这样转速太快了 拔掉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是这样转的 现在是正转 接紫色的线 就是正转 接红色的线 就是反转 这个就是电机 接启动电容的一个方法 好了 视频也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